大家好 又是我Philip 自從上次講完RGB燈後 很多人都說除了EWATTER之外 有沒有其他品牌我試過 今次就講這支 洋蔥工廠 在看這支燈之前 提提大家記得CLS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分享給朋友看 我們先講一下燈 洋蔥工廠其實是一個 都頗多元化的牌子 它有出L架 有Cage 有Sider 有Telepronter 有LED燈 這支光管燈 名字都得意的 NG Tube 能量棒 好像星球大戰的能量棒 它的光管依然都是RGB 可以普通CCT 普通色溫模式的光管 亦有磁力 可以磁在周圍 不同地方 可以磁上去就立即使用到 還有它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它用18650電 18650電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有些Gimbal 電筒 甚至乎有些其他的設備 很多時候都是風扇仔 夏天日熱 吹風扇 那些18650電都可以進去用 它專門做的設計就是 可以可拆射式的電池 就是說萬一很大量使用 有叉銀切電 你就可以拿粒1650就這樣換回去 就可以用得到 這個我想是它最大的賣點 之前提及過 LED 最重要就是TLCI和CRI的顯色性 當然這支也是不差的 大家也可以一會看看 試出來的顏色比較 先用光譜來試一下這支燈 我來試一下這個5500K Daylight的情況之下 它的CRI是96.5 這些CRI、TLCI、TM30這些數值 我大約在上一條講 要塗LED燈的影片會講得多一點 但如果那支影片還不夠 大家可以在上網再查一下 最重要是TLCI 去到99.1 R15 去到95.7 色彩還原度也非常好 5500K Daylight 大家會看到 它在粉紅會比較多一點 幸好這支燈其實都可以調校的 例如調校6或1片粉紅都可以 而我們現在試在3200K TLCI的情況下 CCT的五叉數值都很低 但CRI就去到98.5 R15就去到98.3 非常之好 顯色性很強 而去到TLCI 都去到99 比剛才的0.1 但影響不大 這個也是非常英俊的數值 而去到TM30 比剛才好一點 再接近陽光的感覺 那支燈的特別之處是可以合體 兩支燈在接口位置可以直接拼 就可以有一個接口可以連接兩支燈 整條地使用 而去到大家看看功能 可以到數調校RGB的不同顏色 大多數RGB的燈都是這樣 但到數都會出現不同顏色 但要留意 可能不同品牌對顏色出來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同 例如我A牌子是3度 B牌子跟3度 而這個顏色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要留意了 另外CCT功能當然有 亦有大家最流行的Effect功能 最重要就是Effect功能 可能會扮演一些救護車 或者扮演閃電 相機閃燈 要留意這支燈 最藍是去到6200K 而最黃的時候 是去到3200K 比一般其他品牌 好像就差一點點 但價錢方面真的便宜一點 這東西也算是一個小缺點 在CCT的情況之下 Range 並不是太大 功能其實都齊了 最主要是剛才的缺點 CCT的Range 還不夠大 但一般情況也足夠的 不過在比較黃的情況之下 它可能就不夠了 因為只有3200K 講一講它的APP 連接都算快的 亦是跟其他APP都對似 第二就是在手機上 這個方便 有時有企支燈 想無線控制 亦是很方便的 APP 基本上現在都很流行 另一個就是色版功能 它可以使用APP 對不同顏色 可以使用不同RGB色 方便你在一些情況之下 想拿回顏色 也是比較方便的 老實說 其實幾個牌子 很多牌子都有推出光盤燈 其實現在我試機的幾隻 基本上都可以了 顯色性RGB 全部都做得非常好 唯一可能是有些功能上的不同 例如有些會藍牙 有APP做得好一點 有些可能像洋蔥一樣 是可以換電池 令到你買很多顆1650 便宜 你買回來便可以不停用 可以長時間使用 就不用擱著USB 或者你沒有電的時候 要立即找5USB-C 這方面不同牌子 有一個方向不同設計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這些燈 可以上官網看看 洋蔥這支光管 亦可以拿去店鋪 我相信香港大多數店鋪 也有賣這些牌子 亦可以大家下去試試光管的感覺 始終燈來講 我相信它們不介意 不像相機鏡頭 我相信那些店鋪也不介意 拿來試試 大家有興趣可以下去看看 今天先說到這裡 記得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分享我的影片給朋友觀看 亦有意見可以留言給我 有問題也可以 如果你對相機拍片 燈光收音 甚至任何問題 你有興趣也可以問我 盡量回答大家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